嗨,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叫艾梅 so,我今晚间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酸鹤的调味品 那我们酸鹤的调味品,它是纯天然的 它有什么成分呢? 里面它就有纸质啊,海带啊 海带萃取物 so,还有香菇萃取物 so,全部都是纯天然的 而且它可以带出清甜的香味 那我们的酸鹤的调味品 它的天然的原料 它有14种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 维生素B1B2和矿物质等等 那而且吃素的人啊 他们都是可以使用我们酸鹤的调味品的 那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调味品 不管你是用来煮煮草啊 或者是焖烧啊 而且都是样样都行 不管你是煮西餐啊 或者是中餐 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调味品 来调制给我们的食物更美味可口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调味品 它还可以出腥味 那不管是它可以拿来腌肉类啊 它可以去腥味 甚至它可以拿来 好像鱼啊 它也可以去腥味哦 所以是不只是可以煮 而且还可以腌 拿来当一种的这个腌料啊 所以给我们的食物更美味 更好吃啊 所以而且它全部我们的酸鹤的这个调味品呢 它都是天然 而且好它治疗给我们的身体很健康 那也给我们吃到很安心的调味品 那我今天要分享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的这个竞争呢 就是说我有一个顾客 所以它就 它的鱼啊 所以它就买了 它放在冰厨 一两个礼拜了 它就拿来出来要煮的时候 它发现它的鱼啊 很那个超脆的味道啊 所以它就拿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调味品 所以它就拿一包来洗它啦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所以它讲说它去煮了过后啦 那个去鲜的味啊 已经没有 而且它的鱼啊 煮起来还是很新鲜 而且又很好吃咯 所以它是跟我分享这个见证 那我本身呢 就喜欢 不管是炒饭啊 或者是煮面啊 炒面啊 那不管是什么东西啊 我都是要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酸鹤的调味品 所以好 而且好 吃了好 呃 非常的 可口咯 它 比外面的 我们自己煮的啦 可以说是我们增加了 我们的这个 这个酸鹤的调味品 那好 给我们的食物啊 更好吃 更可口咯 So 而且我的 我的妈妈 她也是相同 So 妈 她每一天呢 不管是煮菜啊 煮汤啊 或者是炒肉 炒鸡肉啊 全部东西 她一定要放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调味品 So 吃了好 给我们的 很方便哦 而且好 又可以增加了这个 食物的这个原味 而且治疗好 最重要 呃 不会口咳 不会脱头发 那我还有一个 新增就是 我有一个是 糖尿病的患者 So 她只是 她煮菜 煮饭 什么 她都是没有用 呃 呃 调味的 她只是用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这个调味品 来调她的食物 不了 So 她吃了好 她很放心 因为她自己本身 她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嘛 So 她都不敢乱乱呃 呃 买这个外面的味精啊 甚至盐什么啊 她都是没有用的 So 她都是用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这个 调味品 因为我们酸鹤调味品里面 她有海盐 So 呃 吃了好 呃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这个酸鹤的调味品呢 我是怎么样去介绍给我的朋友的呢 就是呃 每次都是呃 请喝咖啡的过后 就是我们的一一一咖啡进行了过后 So 我都会拿一包的这个调味品 给我的朋友试试看 So 吃了好 我就会教他们咯 呃 你可以用来炒饭啊 煮面啊 都还是煮菜啊 都是很好吃 So 我就教他们咯 So 他们呃 用了过后啦 他们大多数啊 都会购买来去试一试的咯 So 我们的这个调味品哦 Actually 是很容易卖的 而且哈 人家吃了过后啊 他 是呃 他就是 呃 他就是 每次他都会跟你买的 So 是非常好 而且我们也是可以帮到呃 呃 我们也是可以帮到呃 我们的朋友 给他的健康呃 呃 可以给他 使用了我们的这个酸和的这个调味品 给他们吃的安心 给他们吃的健康 那我今天小小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聆听